最近心烫了公主小卷发的林庚欣 昨天在武汉杜沙夫人蜡像馆 给自己的新蜡像节目 戏提新兄弟阿庚 卷发心在直发阿庚面前傲娇表示 他只接受大家对他新发型的赞美 不接受批评哦 有很多人在吐槽我现在的蜡 没有吐槽我 他是期待下一个就是 我不接受批评 面对自己这个新兄弟 小心按捺不住兴奋的心 不停上下起手 露肩戳鼻孔比身高 各种play都玩起来 甚至还给阿庚带了一朵小莲花 好兄弟赵又廷之前 给自己的蜡像节目时 带了一只汪情人 小心这次就带了小叶华 你们这对兄弟cp 隔空发起膛来 也是很要命吧 要问嘎那电影节谁是大盲人 汪源绝对排的上号 短短两天里除了参加活动 汪源弟弟已经完成了 与美美男友Joe Owen同框合影 采访嘎那影后Dan Cougar 与贾张克导演共饮下午茶 和对话时尚女魔头 红黄的超满格行程表 从炫酷机车少年 到休闲阳光南海 汪源弟弟的造型 也随着行程换了五六趟 简直忙到飞起 难怪他要借着 红黄大姐大的心疼 大声呼吁自己的团队 给自己假期了 如果说有机会让你休假 你想干什么事 那可太多了 太多了 我想去海岛 然后想去雪山 想去森林 然后还想去购物 我觉得我为你 申请一个休假的机会 听到没有 该休假了 听到没有 休假了 对 休假了 虽然嘴上喊着要休假 但王源弟弟工作起来 还是干净十足 看看他这疯狂 为品牌打电话的样子 真的是敬业的陀螺园了 太棒了 希望王源弟弟完成了 所有工作之后 能够愿望成真 拥有一次完美假期了 你讲完美假期了